我的名字叫潘伟乐 英文名字是叫Jeffrey Panama 从2019年的8月份 加入了中国中铁印尼亚万高铁项目经理部三分部 目前是负责电气化的一个联合物资的运输 清关发运进场的工作 能加入中国中铁是我的荣幸 中国中铁是世界500强企业 同时印尼亚万高铁又是中印双方一个共同合作的一个重点项目 在这三年的工作当中 我也不断地得到了一个锻炼的机会 受益匪浅吧 近期的工作就是2022年的9月6号 我们已经顺利地从中国国内运输了两台牵引变压器 到印尼的德卡洛尔现场 其中一台是印尼的亚万高铁首台的变压器 这个意味着中铁电气化的一个工作 在印尼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亚万高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 从这个亚加达到万龙之前的一个三个小时的一个行驶路程 缩短至36至45分钟 这个是给予双方一个两地之间的一个经济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帮助 我们许多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 比如说20千湖的这个贯通电厂 我们都是用着印尼本地当地采购 除此以外我们也从这个印尼本地租赁了不少的这个机械设备 印尼亚万高铁解决了不少的就业问题 给这个沿线的居民带来了一个经济效益 推动了印尼本土的经济发展 从小我都是对这个中国文化比较有感兴趣 爱唱中国歌呀 爱看中国电视台呀 所以说我对这个中国文化吧 算是一个情有独钟 我时时关注着这个中国的基建项目 中国的C919的一个研发是非轨道的一个 从以前的这个四纵四横到现在的八纵八横 这个我认为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情况 加入中资企业后对我来说感触最深的就是中国速度 提升就是一个工作效率的问题 这个对于工作上的一个简化 一些效率这个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我认为这个也是属于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文化传承到印尼